高森行儀 需要花费许多的人力来完成 无非就是想要让观众看到最好的一面 也许只有短短的一秒钟 但那一秒可能调整了数十次 无论是演员还是服装舞台设计等等 所有跟这部戏有关的一切 都必须相互的沟通配合 才能将一部好的作品完成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高森传的制作人 谭美云老师 还有场景设计的杨世成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 两位老师好 主持人好 首先我想要请教唐老师 就是在接到康森会这个剧本的时候 心中是不是已经对场景有一些特别的想法 还是等场景出来之后才根据细节去做调整呢 一般我们都会先开一个直播会议 直播会议的内容当然就是讨论剧本的方向 还有实际上要录制的这个方式 那这个当中当然有一个场景设计 那场景设计的部分呢 事成是由他来负责 所以大部分呢 我们在排练之前 我们就会知道了大概场景是怎么样安排 那实际上呢 会在经过讨论 然后他的成色以后 我们才完整的一个场景可以拍摄 可是康森会大师的这出戏呢 其实有比较特别 场景有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们除了原有的拍摄的场景搭设的方式以外 我们还有另外的做第一次的 可能大概是我们第一次这样子 就是把场景区分很多个区块 把它做成一大块主景 那这个我们就请事成来为我们做介绍 刚开始拿到剧本 然后跟导播开始进行讨论 那其实我们是 每次开会都是从整个文本去看 然后把文本剖 来开始剖场面剖场次 那所以原本的一场景 可能原本只是写在客栈 那这一次比较特别是 导播把不同场次的景 全部并在一起 那所以它就变成一连贯的一大场戏 如果说全部把它切割开来 应该说一场戏 很大一场 但是其实里面穿插了很多场景 那比较有趣的是 就是这次其实应该说 以一个街道的区域为主题 然后在不同的区域内 所以我们如果以平面条来看 它其实是全部都关联在一起 只是在不同位置 那把平面化变成立体化 就是变成我们的画面 那在录的时候 其实观众可以看到就是 康生会经过了客栈 甚至进来客栈 然后前往下一个地方 其实在街道的行走这件事 是有过程有时间性的 所以戏会变得很活 但是也变得很困难 是因为拍摄的手法 跟拍摄时间的 难度就增加了 因为所有的人都要联系 因为我们在棚内 大家设计我们是一个景一个景录 但是其实整个大家看起来 是连贯性 但其实是花很多时间的 三天起好像是多机作业是不是 棚内本来 我们一般的棚内的录影 就都是多机作业 那康生会这个比较特别 他们得要去注意的部分 就是除了场景联系的问题 还有对演员也是一大挑战 演员也是情绪必须得要连贯 因为它比较有更多的画面 跟很多场戏 它比较像是以纯单机 就是电影拍摄手法的方式 因为你如果一个卡一个卡 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接的话 演员的戏不对了 它就后置简介很难连接得起来 因为多机作业的话 我们只要整段的故事演完以后 它大概就是导播 它就是跳不同的画面 可是这个导播 它可能在棚内拍摄的时候 多机的方式 也有时候把它当成是单机在拍 所以它可能就是会比较 要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那还有就是技术组跟演员组 也必须得要更专注更用心 因为这个联系问题 可能你走过客栈的门口 手上像我有一场戏是被绑了 被官兵抓我 然后绑了 要离开的时候 我只有一个转角出去 我就跳另外一个景了 可是画面看起来观众是知道的 就是从我住的地方 我的疗房 然后经过客栈门口 再经过茶棚 它的动线就是这样 可是问题是身上的穿着 还有手上被绑 还有戏的情绪的连贯 我必须得要这样子 一路连续地演下去 要不然的话 看起来画面 这个戏看起来 就像是被切一块一块的 就是会觉得 好像是拼接上去的 就是剪接过的 就会觉得它的戏是不流畅 所以这种拍摄方式 第一个对于这个舞美 对于这个搭景的人而言 其实很大的考验 就是发挥它的想象空间 那当然我们前面有提到 这个一开始 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们开直播 就经过我们团队 还有高声传的制作团队 那跟我们台内 就是一起来讨论 什么方式 这出席 我们的重点摆在哪里 场景应该怎么设计 那当然可能时间多花一点 可是我们觉得 拍摄过程看到片子 我们觉得是很特别 而且是可以让观众 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刚刚老师你提到一个 用电影拍摄的手法 对 这个在歌仔戏也很罕见 对 就是可能多机作业 是一样是这样 我们也有可能是拍完以后 我们就只留单机 就只留一部机器 就是单补很多画面 那多机作业其实是大部分 我们只要拍完这个场景 就大概整场戏顺完就可以了 那后面其实又多加出来的部分的单机 从单机来补画面 然后甚至于是来拍后半段的戏 这都有这种情况 对 那这个可能是观众朋友在看戏的时候 应该是不知道 因为在过程 从设计过程当中 桌布他们都有安排好 应该用什么方式运镜 然后怎么样 后置剪接 可以让戏流畅性 对 这个观众看到戏就会知道 观众朋友也能够看看 到底是哪个场景 像我现在说的 你们两个在看上去的时候 要看看 对 真的 这个美化老师也没说 可能我们真的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观众朋友也能够看 对 其实看不出来是对的 因为我们这样子的设计 就是希望让观众朋友 有那种一气呵成的感觉 那更重要的就是 前面刚开始铺陈的话 我都开玩笑 跟士诚讲说 这个场景 三个场景划分为一 就像他在外地去住的同样 你这边是台湾区 旁边是什么区 你这个区都同在这个地方 但是你的家和家庭一起 所以你这个行李到哪里 要搭过 你都必须得要去注意 它是有这个 有这个建筑的 就叫棚内建筑 就在棚内 就是真的把那个路 把马路开拓出来 然后把房子盖出来 那客栈呢 也不是只有在里面 可以坐着听故事的客栈 在门口走过的地方也有 所以是可以在客栈里面盘 也可以在门口口盘 所以这个路就是连接的 这样子走下去 对 那我刚刚老师提到 所以我接着请问士诚 刚刚老师提到一个 三个场景 你把它放到一起 那士诚老师 你是怎么样子去做 或者这当中一个 你特别深刻的 其实特别深刻 是在客栈这一场 因为其实客栈是 把整个摄影棚破为一半 一半是客栈内 一半是客栈外的街道 那街道其实往前走 转角就是茶棚 所以我们录茶棚的时候 是客栈已经录完 再去录茶棚 那茶棚再往前走一点 再右转 可能就是康盛慧的家 对 的产房 所以其实当时 先跟导播 确认完这样的手法之后 我们再去界定说 哪个路口要左转 所以演员的进与出 其实是有一定的年代关系 他从这边出去 他等一下从另外一边进来 这是 所以观众在看的时候 才不会说 他不是刚才往那边走 怎么又来到了这个地方 方向不对 因为戏是连的 那其实这个拍法 其实会让整齣戏 有更多的生活感 会比较真实 不会是切断的 对 那客栈有趣是因为 在客栈里面 我有演一个客栈的老板 所以我也在那边看戏 所以当康车会走过的时候 其实我也看着他经过这个街道 到了下一个地方 那有一场是老师只是从街道走过 那后面跟了一群的百姓 因为康车会被压走了 那其实百姓是跟着后面看热闹 所以当老师先经过客栈的时候 我们客栈里面是往外看 看老师是不是压过 那到下一场的时候是 老师从茶棚经过的时候 后面那一群人又连着过来 但是其实在拍摄的时候 其实这三场是不同天拍的 所以演员其实真正考验在演员上 因为演员要连戏 连情绪 连装 连法 对 我这听起来很考验演员 但是整个是很生活化 场景 很生活化 对 就是刚刚两位老师你们说的 他整个几乎完整把整个现实场景帮上来 对 就是你会觉得在这个戏里面 你看到的就好像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份 而不是像戏搭起来那种镜的感觉 对 是很贴近生活的 对 没错 就是你从家出门完之后 你在楼下可能会遇到食材的人 你就会打酒 打酒好完之后 你稍微搭手 搭一搭 搭一搭 走到这个门口 你就会遇到你的地址 大家打酒好 出去完之后 滴滴走 我真好朋友那就是茶棚 就要坐下来喝茶 就是非常生活化 对 这个看来是非常用心 但如果两位老师不讲 我们也不知道这么多后面的故事 是 非常感恩两位老师的分享 感恩 感恩 可见一部戏剧的完成 背后是多少的心血 刚刚两位老师就说了 为了这个场景 他们是煞费苦心 所以刚刚唐老师有说 观众朋友们 你们可以看看 哪个场景是他的学问所在呢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高森行仪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高森传 康森慧大师 中文有福导社里 我当我建议生 也应该要有福导社里 还有要看这个空间会 到底有多大的领埋 风生 我主要打算 你不必再多言 好